紧接着我们来看这些海陆蛙人弟兄 他们要从这个海上渗透突击 首先你得要先游过大海 游这样的本领才行 在海上这个常泳的训练呢 中天新闻直击 一下海至少五个钟头 而且要边游边唱歌 那么水性差一点的学员 常常就因为这一开口唱歌而喝到水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要穿着军服 戴上钢盔下水游泳 虽然没有音响喇叭 也没有灯光麦克风 但海陆集训队把海上当成KTV 这是他们第一次的海上常泳 他们要边唱边游 还不止唱军歌 水水大大心 被我叹的一天 水澡的大提琴 爱情的球球人 流行歌曲一首接一首 不是把海上当成KTV 而是要让学员们不至于游到贫乏 只是要边唱边游 还得专心听指令 要在海上抬头游泳 对蛙人来说不是难事 但是要游泳唱歌还不喝到水 就有点困难了 对肺活量更是大考验 在水中游泳是游是还好 可是要唱歌答数就觉得又 因为一直会吃到水 对可是吃到水 我就自己告诉自己说 把水涂掉 把水涂掉 人家做得到我已经做得到 五六交换 到游泳池上课穿的却不是泳裤 而是全套迷彩服 还要加上钢盔以及一把步枪 穿着衣服游泳 手脚伸展会变得很吃力 再加上钢盔和枪 水性不够好的 很容易就会往下沉 不算了 两次折返都点地 没有什么想象这么简单 因为它的钢盔会吸到水面 然后又要穿迷彩 不要背枪 重量真的差太多这样 头会很重吗 会 就因为它抬头那一刹那会吸到水面 然后你要撑起来这样 换气 然后很喘 准备 一二三 海陆蛙人作战都是仪艇作为单位 要会在海上翻艇覆艇 还要能穿着一身装备 化身水中蛟龙 只是要练到会 练到变成反射动作 喝下的苦水可多着呢 记者杨振泉装 平豪郭俊为高雄报道